锁定台是五件新闻 马来西亚一男子在家里熟睡的时候 遭野生猴子闯入 还偷走了他的手机 好不容易在丛林中找回了手机 结果打开来一看超傻眼 满满都是猴子的自拍照 就连手机被偷的过程 也都被拍了下来 让男子哭笑不得 如果拿只手机给猴子玩 这就会是猴子拍下的自拍影片 超近距离特鞋脸部 还把口腔喉咙统统秀给你看 马来西亚一名男子住家 被猴子闯入手机遭窃 等他终于在丛林间找回手机 发现猴子留下许多自拍照 还不小心把自己行窃手机的过程 统统记录下来 让男子苦笑不得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 传出猴子有自拍天分 这张灿笑自拍 红遍全球 甚至引来善待动物组织关注 跟摄影师对簿公堂 要求将照片版圈归给猴子 虽然最后由摄影师胜诉 但猴子自拍引发的争议还真不少 留人好编译